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天摔 天天摔一跤 不是摔胳膊就是摔屁股 再不就是摔膝盖 摔习惯了就不痛 有些时候摔的时候滑出去了就不痛 有些时候直接戳在那 从四岁开始 莲丝阳每天都要来到这块冰场 从未间断 如今九岁的莲丝阳 已经逐渐展现出 在这项运动上的惊人天赋 花样滑冰对于莲丝阳来说 一开始只是兴趣 直到他遇到现在的教练 加入了深圳国际滑冰俱乐部 才走上专业的道路 教练陈璐 曾经夺得女子丹仁华世界冠军 这是迄今为止 中国花样滑冰历史上 女子丹仁华的最好成绩 从四岁第一次穿上滑冰鞋 到二十二岁退役 直到现在 陈璐从来没有离开过 这雪白的冰场 十八年前 他脚下的冰刀 划过英国博明汉的冰场 为他带来了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 女子丹仁华的金牌 开启了他的陈璐时代 顶着世界冠军头衔的陈璐 退役后定居深圳 担任深圳国际滑冰俱乐部的总监 在这个南方城市 滑冰运动因为陈璐而备受欢迎 深圳是个很热的城市 花样滑冰在这里的基础 本来并不好 但是呢 应该说是陆路的名人效应吧 就好比李娜 夺冠以后 很多小朋友都去学打网球 她所传递给我们的一种 就是说俱乐部体制下 孩子是可以兼顾学习和运动的 如果是单纯的说 让孩子去搞体育 对我们来讲的话 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 分解座呢 手都打开了吧 在投 不可能比赛每一次都是那么完美 一周七天 有六天下午 连思扬都要在滑冰场上训练 对于喜欢在冰面上自由滑行的连思扬来说 这一切都是乐趣 滑冰训练需要在冰场上挥洒汗水 而每天两个小时的形体训练 则是对连思扬意志力的考验 严格的形体训练 对连思扬来说 是最痛苦的时候 对了好多了 加油 拿冠军没有那么容易的 等一下加油 行体训练是花样滑冰训练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他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对于花滑运动员有着不同的要求 对于现阶段的连思扬来说 保持和提升身体的柔韧度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坚持训练而流下的泪水 足以证明连思扬是一个坚强的孩子 每一场训练 每一个难度动作的挑战 对于花滑运动员来说 这都是必须的经历 如今 俱乐部培养方式下的连思扬和他母亲 已经不仅仅是满足于花样滑冰这一项运动 2013年10月 喜欢花样滑冰的连思扬 开始接触了高尔夫球运动 从接触这项运动的第一天起 他就展现出了超越一般同龄的球技 我觉得自己打高尔夫打 不错 其实足球花样滑冰还有高尔夫球那些都挺喜欢的 其实就是花样滑冰比较协调性要好一点 打高尔夫球就感觉上去一个休息 没有受过系统训练的小朋友 要花半年的时间才能达到的成绩 他可能一个月就可以了 他就会变得学得很快 要花样滑冰 它融合的东西确实非常非常的多 对吧 不要往下压 不要那么声音啊 动作 除了高尔夫球 连思扬的业余学习项目 还有中国书法 连思扬是个急性子 刚开始练习书法的时候 他学得并不好 甚至没有耐心 后来书法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将他喜爱的滑冰运动联系在一起 打开了连思扬的学习思路 渐渐地连思扬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如今练习书法对于连思扬来说 也是与花样滑冰融会贯通的方式之一 我也跟你讲过了 怎么绕动 怎么跳跃 怎么弹跳 这东西都可以运用起来的 对于连思扬来说 花样滑冰只是母亲对他进行贵族精英教育的其中一环 为了让身体尽可能少出现伤痛 昂贵的医学理疗对于连思扬来说 已经必不可少 连思扬很年轻 伤病才刚刚开始对他造成困扰 职业男运动员来说 与伤病之间的抗争更是一场持久之战 刚刚转入成年族不久的严寒 他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 但是伤病已经给他带来很大困扰 这个训练 有点赖 感觉僵硬 酸 咱们就先做一个放松 我左胳膊这块裂了两次 这边裂了三次 还有脚 脚是因为做跳跃 胳膊也总脱臼 比赛的时候脱臼过两次 就是比赛场滑的时候 对于宋南来说 不仅是伤病 运动场上的意外 则是更大的挫败 2020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中国战 本来应该在第二组首位出场的 中国选手宋南 在热身过程中 与美国选手李鹏相撞 宋南因此无奈退出了比赛 当时已经撞的 已经没有自我意识了 后来我查看了一些视频 然后录像了 就是在我失忆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后面做的所有的动作 我自己 只要是体育运动就存在着危险 花样滑冰当然也不例外 然而 这极致美丽的体育运动背后 却是与极端的残酷伴随在一起